150万预算在武汉如何买房 本周武汉这10个热度最高的楼盘 一定要关注一下 第10个 位于汉阳滨江板块的新港临江会 该楼盘品质一般般 产品比较类似环件房 另外楼盘部分楼洞靠近阳寺港高价 会有噪音影响 不过该楼盘位置不错 旁边的小学也很好 目前在售面积62到140平 单价在16000左右 第9个 位于江夏区文化大道板块的金融街金月府 该楼盘目前是江夏区价格最高的楼盘之一 不过该楼盘外立面采用玻璃幕 周边配套也不错 是江夏区目前在售楼盘中 品质比较不错的小区 目前在售面积103平到170平 单价在16500左右 第8个 位于京开区转口中心的招商未来中心 该楼盘目前在售的地块离地铁比较远 1公里左右 楼盘目前在售面积为100平到190平 单价在16800左右 楼盘目前是京开区配套最齐全的楼盘 除地铁外 其楼盘品质 户型 商业 医疗 教育都比较不错 第7个 位于东西湖长青花园板块的美联澳公馆 该楼盘目前单价在16500左右 单价有点偏高 其交房时间也比较晚 2025年1月交房 不过该楼盘的配套很不错 周边的学校 地铁以及商业都很齐全 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 居住舒适度比较舒服 目前在售面积为108平到143平 第6个 位于东西湖吴家山板块的中铁月湖郡 该楼盘目前在售面积为108平到143平 单价在14500左右 总价156万起 这个总价目前在武汉三环外还是比较高的 刨除总价外 该楼盘的品质和配套还是比较不错的 第5个 位于江岸区盛家机板块的幸福湾星宇 盛家机板块目前配套还是比较差的 还需要很多年时间的发展 不过 该项目毕竟位于江岸主城区三环内 目前该楼盘施工进度比较快 虽然是二人二四年七月交房 但是现在小区已经开始做绿化了 应该会提前交房 楼盘目前在售面积83平到141平 单价14500左右 第4个 同样是位于盛家机板块的中铁花羽天柱 该楼盘对比刚才的幸福湾星宇 其户型和楼盘品质都要高出一筹 不过楼盘东侧有高铁经过 避免不了噪音影响 同样 目前盛家机板块各项配套都不完善 需要时间周期 楼盘目前在售面积97平到130平 单价同样也在14500左右 第3个 位于古田板块的万科公园大道 该楼盘距离地铁比较远 楼盘北侧为三环线 后续避免不了噪音影响 不过 该项目毕竟是万科开发的楼盘 并且小区目前部分房源已经是现房 剩下的年底也会交付 这对楼盘物业和交房时间有要求的客户 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楼盘目前在售面积92平到133平 单价在15500左右精装修 第2个 位于京开区升官度板块的宇州 新希望拥喜栏台 该楼盘目前在售面积为98平到116平 单价在14500左右 对比周边楼盘 其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 楼盘为高层加叠数产品设计 后续居住舒适度非常不错 不过目前开发商宇州的资金压力比较大 第一个 位于汉阳四新板块的国博城 该楼盘勇哥在视频中不止一次收到 也单独做了该楼盘的测评 有兴趣的可以去勇哥主页查看 该楼盘虽然南侧有三环高价 和未来规划的C5高铁噪音影响 但是其地段配套以及社区周边成熟度 都比较受客户青睐 综上勇哥整理了本周总价 150万左右的10个热点楼盘 具体每个人买房还是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而定 关注我为你选好房 私信我带你实地看房 专注做好一件事为你选好房